投城政公所暑假在投城港澳沙滩 举办音浪投城海洋观光文化季活动 今年推出许多新的亮点 106年6月29日 在台北市北投区和挪威马场 推出系列活动记者会 现场首先由主持人阿南和陈雨桥 介绍饶蛇音乐评选 与网红梦幻之星选拔活动 饶蛇虽然各自有态度 但是我们是走正面 我们是要唤起人家一起 大家的力量 有气质的 气质的对不对 那同样呢 我们6月30号的12点截止之后 我们会在7月2号公布 我们10位的入围者的名单 那要怎么样查询这些资讯呢 可以上我们的活动页面 投寻打2017MassTree 夏日饶蛇高峰会的活动页面 或者是你可以上粉专页面 狂乐街头MassTree 都会公布我们的前10的名单了 然后在7月7号的晚上7点钟 晚上7点钟 决战我们的饶蛇殿堂 大家在那边一叫高下 在两岸火红的饶蛇歌手沈毅 今天受邀代言 狂热街头夏日饶蛇高峰会 更带来精彩的现场演出 阴朗投尘 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Come on Yeah 固的小后盖固的脑天拱 早期晃得补烈红 因为这好机会空间就好 就可惜我们的别人乱 有种跟我败头 我们最后现在看我 小龙龙的东北 参与饶蛇比赛 入围者将在7月7日当天演唱作品 并且直接由在场的群众 票选决定名次 可说是一场实力派的 创新流行音乐比赛 双手都举起来 接着陆续登场自我介绍的年轻美媒 则是最近在网络直播 相当具有知名度的20位网络人气红人 我爱你 你是我的处理 我愿你变成你的处影才 我们LOW LIVE见 还有我们的阴露头唇见见 拜拜 谢谢 好好听喔 好听喔 哈啰 大家好 叫MAPLE也可以叫我咪小波 我新趣是吃美食 我肚子饿的时候会生气 但是其实我喜欢各种好笑和有趣的东西 我立志成为搞秀界的网美 那我在UP直播 欢迎大家来找我玩跟我做朋友喔 那我们7月8号 9号 音浪同城见 耶 等一下不要生气喔 等一下很多甜食给你吃喔 那边有甜点喔 那边有甜点喔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星辰 我平时都喜欢打篮球跟跳舞 所以其实平时的话呢 都常看到我在运动 或者是说就是像就是接dancer的活动 那简单可以为大家就是带来就是一小段 那这边的话呢 记得我们7月8号 9号非常重要的 我们音浪同城见喔 耶 这些直播达人将参加油 网红制造公司 所承办的第一届 音浪投城 网红甄选活动 旅创亮点创意设计的 投城海洋文化祭 要成为夏日年轻人 健康休闲娱乐的首选 最主要是要让我们 此下的这些年轻人 有一个啊 这个歌曲创作 以及艺术表演的这种舞台 也是希望能够跟新时代的 做一个文化的这种交流 所以今年的这个音浪投城啊 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很感谢我们 许董事长以及 这个农主審长以及杨总监啊 能够这么精心的来 规划这一个活动 希望啊 在这个地方层次的邀请 我们全国的这一些啊 观众啊 能够在7月7号8月9号 到我们啊 宜兰投城的港澳沙滩 共同来啊 啊这个啊 标极线啊 啊这风摇滚 来享受一下 我们整个海滩的这种魅力 银河年轻族群的喜好 并搭设让素人发挥的舞台 因让投城获得影视界 培育新人的许安静 以行动支持 我想以后 一定会越来越好 明天会更好 以后的每一年都会更好 今年的投城海滩 除了邀请当红偶像艺人献唱外 极限运动 网路红人 加上饶舌与夏日DJ 甄选赛 相信会让投城的港澳沙滩沸 一投起来 我们的家伙的组合都能够顺利圆满 我们的奖辈非常的漂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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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